十二 《文匯報》 復辟軍國主義日本敏意不容 2015年7月22日重要新聞A 06 社評日本安培政府日前強行在國會表決通過解禁集體自維權的新安保法案 既遭到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也觸發日本國內群情洶湧,反對聲音一浪高過一浪 年日來,如曼名日本學者聯署發表聲明抗議當局做法,要求廢除法案 進一步突顯南培政府欲將日本民眾綁上復辟軍國主義戰車的圖謀不得人心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侵略戰爭,不僅吸汗泰國家地區和人民帶來後劫 也令日本人民儲收了包括被原子彈轟炸在內的巨大傷痛 我們期待日本國內維護和平憲法的強大民意,能迫使安培政府棄惡從善 改言逆徹 近年來,安培政府不僅不承認歷史罪行,更企圖改變戰後國際和平格局 安培政府一手炮制的新安保法擺脫和平憲法約束 允許日本在沒有直接受到攻擊的情況下對他國行使軍事武力 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日本戰後一貫堅持的專守防衛的基本方針 故被稱為戰爭立法,安培政府以非常手段強推戰爭立法的行徑 不僅備受周邊戰爭受害國的譴責,也受到本國主流民意的強烈反對 伴隨巧 安保法擺在眾議院表決,民間抗議活動一直不增間斷 本月中,來自眾多領域的漁漫名學者專家組成了反對安全保障相關法擺學者會 以聯署聲明的方式抗議安培政府踐踏國民意志,批評安培政權推行安保法擺就是要走軍事化路線 強調要從納稅埋葬德國為馬憲法的悲劇中吸取教訓 強烈的反對民意,來自日本國民對可恥而慘痛的歷史的記憶 廣大日本民眾應該不會忘記那場由軍國主義挑起的罪惡侵略戰爭 以慘敗告中,留下的士級受害國家地區人民的災難記憶 也給日本國民帶來恥慾和傷痛記憶 日本死亡了三百多萬人,廣島,長期受到兩火原子彈攻擊 更令兩座繁華都市信成焦討,無數家庭幻滅,普通老百姓承受了難言的苦楚 經歷和反思了戰爭慘痛教訓後,日本主流社會一直對搞軍國主義復辟的動向保持高度警覺 因此當安倍政權妄圖者新安保發為戰爭開爐,走上復辟軍國主義的危險道路時 他們向安倍一夥禮聲發問,難道你們完全忘記了發動侵略戰爭給日本的深刻教訓? 難道你們幻想要日本民眾再度不易戰爭給自己帶來的相同? 這種存在於日本社會內部捍衛和平的強大聲浪 是對軍國主義路線和侵略戰爭陰魂的嚴持拒絕,突顯了民眾反對安倍政府圖謀的清醒認知和堅定立場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任何道行逆施者,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 國際社會絕不會容許日本軍國主義復辟,日本多數民眾沒有忘記歷史的教訓 也不會助視日本再次一步步滑向發動戰爭的深淵 更不願意再次吞嚇挑起必將失敗的侵略戰爭的苦果,必定團結起來譴責及抵制安倍政府的圖謀 也正因此,任何復辟軍國主義的圖謀,一定不會得逞 相關新聞刊A24版 一頓 是 正在 現在